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言诗才要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这首诗的意思啊 是在松树下问了一个小孩子 他说啊 师父才要去了 只知道是在这片山里面 可是白云茫茫一片 不知道他在哪儿耶 寻影者不遇的寻 就是寻访 拜访的意思 那影者呢 就是隐居的人 或者是我们平常说的隐士 那不遇呢 就是没有遇到的意思 所以啊 寻影者不遇就是夹导 要去拜访一位赢者 却没有遇到的故事 那童子呢 就是小孩子 那这个小孩子啊 就是赢者的徒弟 那采药呢 就是到山里面去采集各种的草药 所以啊 假导要到山里面找寻这个赢者 却只遇到了他的徒弟 那他说啊 师父去山里面采药啦 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哦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换小朋友一起跟阿游史书念咯 松下问童子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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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很棒 小朋友念得非常的好 阿游叔叔 蛮喜欢这首诗的 因为我觉得 假导只用20个字 就把这个故事 还有山里面的风景 描写得很清楚 很好 觉得很有意境 不知道小朋友喜不喜欢这首诗呢 好 下一次继续跟阿游叔叔一起读读堂诗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